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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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支一样成喇叭状的 向右边伸展 一个点在这边 一个点过去一个点过来 然后这样子 顺着这条线 拉一个银 好 再来写一个公 公老的公 左边一个公字 公的边 一个挑上去 这个部分呢 跟它等高的部分 我们可以写一个例 例可以从这一笔先写 在两个之间的地方 写这个例的这个框框 好 左肩横 挑 那么你如果要从这一笔先写 也未尝不可 你习惯就好了 好 再来是写真 真假的真 上面的这一行不必太长 跟底下那个框一样的宽度就可以了 这边是一束 比较细 比较短 那么这一横过来之后 折下来这一束就稍微粗一点 稍微长一点点 那么中间三横 一二三三横 再来是一横 比较长的 这边逐渐的变细 最后压一个点 那么左边比较长一点 右边比较短 比较短一定是压一个点 然后从中间这一横的中间部位 穿过去一笔 那再来一个点 这一横不用太长 就这样就可以了 跟下面这个框一样 相当的宽度就可以了 一横 两横 三横 这边长一点 逐渐变细 这边加一个点 从中间穿越 再来是生 生人的生 和尚的意思 左边是一个单人旁 一束 那在这个 一样等高的地方 写这两个点 那在这一束的 等高的地方 来写这个 真 这个田的这个部位 那再一横 一束破下来 破下来 破下来 右边这个空洞 会大一点 这边会稍微小一点 在下面 大约等宽的位置 写一个日 在这边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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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写一个是,是非的是 那么这个字,中间一个日,日要写的稍微偏左,因为底下有一纳,右边要让一个空间,所以这个字我们就稍微在这个地方稍微偏左一点点,写完了,它就是在格子当中稍微偏左一点点,在这一行稍微长一点点,从中间一束下来,那这一个左肩横,那在这个位置,一笔线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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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 线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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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来是要写这个气 这个气是上面 从上到下 它是一个比较瘦长的字 那么它的血大概就是 都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一格来写 那上面一个草头 草头一样很标准的 左边会比较没那么宽 那右边这个稍微长一点 比较宽一点点 那么这个角度比较直 这个角度比较斜 下面一个口 口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开一点点口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开口 再来是这一条横线最长了 这边比较细 到右手边这边加一个点 底下一个耳 这个比较细 那这个比较粗 比较长 底下就旋针 两个短横 最后是用挑把它封起来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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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是写这个刻 这个刻一样它底下有个弯钩 所以我们写上面稍微偏左一点点 像写一个口 那一横线就垫在这个口的底下 从中间一笔45度写写的过来 那从这个地方稍微打开一点 弯过来 上去 勾上去 再来是写成功的成 一样这边有一个歌 所以我们这边就稍微偏左一点 那这边一个横 上半身就比较在左边的三分这的位置 这边比较宽一点 这边反而窄一点 这有两个底部有靠拢的趋势 勾上去 在这个位置 一个点 吃 一样一点 这个黎曼卡塞拉开一点点 之间的距离稍微拉开一点 这个字是这样写法 是页的页 这个上面是这样写的 这个点比较小一点 这个远一点过来 也就是说左边比较斜 右边这个部分稍微扩大一点 这边加一个点 这个点比较直 这个点也是比较斜 斜斜过来 底下三行 第一行 第二行长度约略相等 第三行长一点 这样子 那这边 这边比较斜 所以这边往左边多一点 然后这边一束粗粗的 带一个钩 一个斜点 这边一个点 再大一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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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